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成立二十七年的幽人神谷 今年首度巡回大陆演出 推出经典作品时间之外 从广州上海一路进军到北京国家大剧院 每场演出都创下满座的记录 艺术总监刘若宇 为了拉近跟大陆观众的距离 还亲自上台吟唱诗歌 幽人神谷在北京的演出创下连续羡慕 六次的记录 让大陆观众现场感受 幽人们用鼓声传达的内在宁静的力量 鼓声齐鸣搭配着幽人吟唱 幽人们在舞台上定点旋转 群魅翻飞 映照在光影变幻的镜面舞台上 这是幽人神谷今年巡回大陆的作品 时间之外 其实时间之外 讲来讲去就是想要去表达事情 就是了解这个生命的根本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当下的片刻 时间之外就是当下 2015年幽人神谷巡回大陆演出 从广州上海 最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画下句点 常常满座引发讨论 在北京更连续羡慕六次 很难想象在国际上富有盛名的幽人神谷 竟是第一次进军北京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个舞蹈 等我来了之后才发现 不能以舞蹈的眼光来看它 它不是舞蹈 它是一个综合了很多艺术的形式在里面 所以你如果单独用舞蹈眼光来看它就错了 时间之外是2011年的作品 经过四年的淬炼跟沉淀 幽人们带着最新的版本到大陆巡回 艺术总监刘若鱼登台 亲自吟唱诗歌 永恒的长河 如如的漫画 无尽的大切 在作品上面其实是比较成熟 然后在它的空间表达上面 我们也有一点多元的变化 我加了台词 这个台词的部分也是只有在大陆巡回的时候 我们才加的 因为我也突然间想到说 其实这些诗可以派上用场 因为之前在国外没有打算把诗加进去 但是我觉得这些诗同时可以把这些意境 更具体的用 从文学的角度又把它表达出来 原相同嘛 刚好就可以有一个更贴切的沟通 融合了幽人训练多年的神圣舞蹈 将鼓背在肩上 在繁复的移动之间 展现出了整齐无瑕的高超技巧 把鼓背在身上背在肩上这样子 用神圣舞蹈移动的方式这样子去击鼓 使得幽人生活的作品多了很多的流动性 透过不同契乐的搭配 作品展现出了音乐的多元性 音乐总监黄志群笑着说 跟2011年的版本比较 这次旧瓶装心酒 他们要用音乐跨越时间 我们这次就用了非常大量的小乐器 比如说金属的拔 那这种有点像晶天动地的那种声音 或者像葬铃 沐鱼 或是清的声音 它就非常的优远跟优微的声音 这当中我就用了很多 有远有近 有强有弱 有尽有重的一些映射 来把所谓的时间的一些状态 混合在一起 然后超越时间 那根长棍变成了一只蒲的时候 我真的感到了时间的力量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种情形 但之后它变成了人前行的时候 一个那么重要的力量 人生是要是如水的 就是不管是时间之内还是时间之外 只有你自己像水一样 你才能够感觉到 所有一切流动的东西 宁静的内在 可以是非常外在非常大的飓风 但是呢 你如果是外在很忙碌 而你内在没有那个宁静的话 那个忙碌就会只乱掉 其实一个人乱掉 两个人乱掉 社会会乱掉 国家会乱掉 人类会乱掉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宁静的内在 走过广州 上海 北京三个一线城市 幽人神谷要透过时间之外 唤醒每个人宁静的内在 用心的感受当下 人类会乱掉